嗨 信周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柏宥 新年快樂 熱血有理想抱負的一個 警隊的模範聲的感覺 很有自己想法 用現在的科技去破案 希望在警隊能有一些好的成績 有想做一番事業吧 希望是一個正能量 正義的陽光的一個形象 可能年紀上吧 因為之前沒有演這個年紀的 警司的角色 以前都是演年輕一點的警察 韓戰 我是演一個比較附黑的黑警 湄公河是基督警 是臥底的一個概念 然後到這次就是 警司是一個升級了警銜高 我以前演EU衝鋒隊 就是在穿制服 現在已經穿西裝在辦案 這個就變得是比較像個頭 我希望給人感覺一個新的警察 香港警察的一個形象 其實性發揮應該是 我到現場看到華仔哥跟華哥的對戲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嚇一跳 他們這樣演 然後我就 我都跳戲了 我就覺得 兩位影帝不要吵架了 我們排練一定是劇本內的東西 但有時候突然 有些對自己的感覺來了 可以加這個的話 也不知道會不會用進去 所以我們有時候拍個 十條 二十條 三十條 我都希望每一條不一樣 所以我每一次 不管哪一個角色 我都希望是不一樣的 如果這樣算即興的話也算 緊張嗎 現在我都沒有 其實我也都還好 緊張是拍戲會有 所以我會做 我會做很多時候的準備 就是怕演不好 如果大家有了解我的話 我拍戲會準備兩三個月 一個戲 不是因為有人規定 是因為我就覺得 我不夠像那個角色 所以我會做很多準備 是真正警察 真正選手 他們做的準備是什麼 我希望他們的生活習慣 我可以有一個體驗 然後去做 我很喜歡討論 了解這個部分 大家可能看到 你為什麼把自己練成這個樣子 你為什麼要起家吃考證 或者緊急救援 覺得有時候就覺得 內心有一個聲音 就說你應該去做啊 你去試試看 那就是為什麼 就去做了 如果有兩個可以選 我會選一個 我覺得我做不到 這樣我就可以改變 我內心就可以學到新的東西 那是我認知的世界以外的東西 就我不會的東西 我都會想去選 我喜歡表現自己內心的東西 可能通過角色可以表現 就是說 有時候我會覺得 是因為這個時候 我看到這個角色 我覺得我可以表現 我才去做這個事情 不是說他真的 跟我有沒有直接關係 就是說我可以學到東西 我想要突破 我覺得這個有意思 我剛好碰到就可以做 我覺得演戲 演員最開心是可以有很多體驗 我可以玩啊 那你真的可以玩啊 可以玩啊